他也不是問你的專業能力 他一開始就問你說你是 他就問你說 他以前跟台灣人共識過 他不太喜歡台灣人的一些習慣 說什麼可能目光比較短淺一點 他就說你是台灣人 那你不曉得你是不是也會這樣 直接這樣子跟你講 有沒有相反的 因為你是外國人 因為你是台灣的關係 這樣這個面試過程很愉快 大家好我是馬之一 那馬之一今天來到了川崎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一位住在川崎的家邊 叫做 Ken 大家好我是Ken 那Ken 在日本已經住了一段時間了 等一下這部影片就會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Ken 之前在日本的工作經歷 還有一個生活的故事 所以對今天內容有興趣的朋友 一定要看到最後 那一開始想先跟Ken 聊聊說 你就是當初在台灣怎麼會想要來日本找工作 或是在這邊生活 來日本這個理由跟契機是什麼 當初的時候其實高中 學校它有第二外語 有學一些基礎的日文 不過因為那時候有去姐妹校參訪 那就像現在的徐高校來台灣這樣子 其實那時候在日本也留下滿好的印象 所以那段時間等於算是你有來日本交換過 對 畢業以後就考上了大學 憋著科系了 但是還是有雙主修日文 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 有去日本交換留學半年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日本好像以後可以來發展 來日本 包括你在高中的時候交換 大學來這邊稍微 體驗一下這邊大學的生活的時候 感覺心情是怎麼樣 剛來日本的時候 中二已經考過了 但是發現來日本 然後自己根本是 聽不懂這樣 對 完全上課的時候 老師講什麼就是完全不懂 那這樣怎麼辦 你在那個時候上課的話會很緊張嗎 還是說 只能再加強沒辦法 其實我覺得 語言一開始就是都猜 猜對方在講什麼 猜久了你就慢慢聽得懂 對方在講什麼這樣子 大學畢業之後你就來日本了嗎 大學畢業之後就先去當兵 當完兵之前那時候有看到一個 叫做留學生別科的一個東西 申請來別科念書 那時候就寫了研究計畫 然後去丟研究書 在日本念碩士 這樣學費大概會花多少錢 記得國立大學的話 一年大概是50到60萬日元 然後私立的話就是兩費 大概120萬左右 所以兩三年至少也要花個 加上生活什麼 五六百萬日幣可能是跑不掉 差不多 了解 那你當時來到日本念碩士的時候 是在哪裡念呢 我那時候一開始是先在北海道大學的 經濟學部當研究生 後來就考上小村上課大學 因為有在北海道大學 那教授其實很嚴格 那邊訓練過後 在這邊寫論文就還蠻順利的 就是因為寫論文蠻順利的 所以才有辦法開始 一邊寫論文一邊找工作 那Ken當時碩士念完畢業之後 你也是直接銜接進入日本的職場 對不對 對 那可以稍微分享一下說 不管是在日本念大學也好 或是念碩士也好 在中間他們是怎麼樣 直接銜接 然後進入日本的職場 日本的話 大概是畢業的一年前 你就會開始在找工作 那找工作不是一整年都在找 他們比較不一樣的是有一個叫做 要了解自己的個性 要知道自己適合做什麼東西 所以他要怎麼樣去了解 像學校可能會有一些類似 就職輔導的單位 那邊可能會有一些 信箱測驗的東西可以寫這樣 內容還是怎麼樣你還記得嗎 主要就是分析你自己的人格 傾向 先了解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格 才比較好去找你的 分析下來你覺得有準嗎 分析下來我覺得是蠻準 不過那個東西 畢竟是對日本人的 像外國人的話 你有一個語言上的比較困難的地方 假設說你適合當律師 那你外國人 你要用一個日文 要在日本當律師 就很困難 寫完之後 就是開始要做那個企業分析 那你就可能了解各個產業 為什麼你要去第一名的企業 或者是你要去第二名 不要去第一名的企業 就是你要想好 他們面試可能會問你的東西 那可以說說你當時面試的那個現場 還有人數啊 就流程感覺是怎麼樣 其實我大概丟了四五十間公司 因為外國人的話 在日本找工作並不容易 我是文族出身的 但是我想要走工程師 我聽說日本就是可以 完全從零開始走工程師這樣 可是這樣子在面試的時候 因為你沒有這相關的背景 這樣不是很容易就是會被刷掉嗎 我自己是覺得 日本還蠻缺工程師的 而且他們一開始在招人的時候 也不像台灣 就是一開始你就要有一些IT的基礎 他完全是可以從零開始 但是相對的你就要說 你對什麼東西有興趣 你想要做什麼樣的東西 那個時候面試大概有多少人 如果比較大的公司的話 可能一個時段有100多個人都有可能 是在公司的本色集合這樣子 大的公司通常會面試三次 那第一次面試的時候 一整個大廳就是集滿的人 可能有100多個人這樣子 看到那麼多人會緊張嗎 我想說 哇沒有機會了 如果他只要錄取10個20個 那不是就是一個時段就100多個人 那時候的時段不知道幾千個人 面試之後大概他會問你些什麼問題 還有說包括事前你需要做一些什麼準備嗎 這些細節你有沒有什麼可以分享 大公司的話基本上他都有自己的系統 我那時候說很多人一起面試 那他就是會把你帶進去 每一個樓層都有人在引導 很大型的那個會議室開放出來 有好幾個隔間 同時段就有10個人 10個學生在面試 第一次面試的時候是兩個面試官 看起來應該都是蠻公司的新人嘛 感覺第一面公司沒有把就是高層拍出來 我都感覺那個面試官跟我年紀差不多 面試的話都大概多久時間 15分鐘左右 大概都問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你還記得嗎 大概都問一些你大學啊 你做了什麼東西 外國人嘛 他會問你為什麼要來日本留學 學生時代做過最努力的事情是什麼這樣子 你找工作的經歷可能是一般 台灣人來到日本比較特別一點的 因為你等於算是 你在日本的大學受正式的教育之後呢 畢業跟著日本人一起進入這個職場社會 因為你旁邊的競爭者都是日本人 或者是有其他外國人你不知道 就是你那個時候心境感覺是怎麼樣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會緊張 可是久了就習慣了 因為是自己選擇要來日本這邊的嘛 你的日文天天上的劣勢的話 你要就是拿你的專業能力去彌補 可能你要有英文的多一的成績啊 像我自己是上學院畢業 都有一個上學的專業 結場補短這樣的感覺 讓自己的專長發揮出來 用特別的優勢去因果跟你同期面試的那些日本人 對 那我也可以補充一下 日本其實還蠻重視團隊和諧的 所以他們面試有時候會有團體面試 他可能會出一個主題隨機分組 那你們可能要在時間內 他會看你們的討論嘛 不是發言最多的 越有可能錄取 反正他就是看你怎麼跟大家協調這樣子 初階面試之後會進行的事情嗎 看公司有的會把這個拿在 第一階段的面試 也有一些公司是完全都是個人面試 那你參與過的像這種team的一個可能小組的活動啊 或者是一個任務的話 有什麼特別的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我印象中就是 其實有一些蠻雷的學生也是有 但你跟他分在同一組 好像豬隊友 對 豬隊友 但是很想跟他說 你這個也不懂 你這樣是要怎麼討論 但是你也不能罵他嘛 就是日本人重視和諧這種東西 偏偏你們都是面試的學生 你們是平等的 你也不能說你的意見就比較好 他的意見就比較差 日本又很喜歡共識訣 不能伏絕別人的意見 你就要說 我覺得可以再怎樣怎樣更好 但通常你就會在時間內 沒有辦法完成他上面交出來的課題 最後還是得多多數據 因為你必須要再說服他 他也要說服他的意見 那最後可能說 剩下五分鐘了 那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結論 那就是大家來投票 其實最後還是會走到多數據 日本確實在做事方面 不管是工作也好 或者是一些活動任務也好 就這種團體的取向 這個重心放得很重 或者是像公司在開會 我會私底下再去找你 稍微講一下 那我們下一次大概要怎樣怎樣 那之前也有跟你聊過說 好像在投履歷的時候 他還會附一個SPI的測驗 那是什麼東西 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日本的話 他比較大的公司 他可能會比較注重你的 智力測驗 或者是你的性格的傾向 日本有一個好像是委外的單位 他專門做SPI的考試 他算是一個考試 不是一個測驗 就是真的會有一個正確答案的那種題目 看公司 假設我一定要這種傾向性格的人 那他可能就會篩選性格的部分 那有一些他可能就是公司要多元 他那個真的就只是參考 假設未來要把你放在哪一個部門會比較合適的話 他可能會參考那個性格 SPI測出來 他的結果是怎麼樣的感覺 是一個分數嗎 還是說譬如說你是什麼樣類型的 測出完你不知道成績 那成績直接寄到公司去 可以分享一個比較有趣的事 就是SPI 他如果是寫 假設是日文的題目 那當然是考日本人的題目 那你越錯越多 他題目會越來越簡單 就是一開始假設 日文是我看不懂的 那我錯到後面 我發現我看得懂了 那應該是我前面錯很多的題 那你答對的題數開始變多 以後題目又會開始越變越難 可是他這個設計是為了什麼呢 聽說啦 就是最後可能系統會判定 你是等級A B C D之類的 就是看你最後答對的 那一個題目的等級之類的 他就直接可以判定你等級好不好 那之前也有跟Ken聊到說 你在找工作的途中呢 也有一個叫做Internship 這好像中文翻譯算是企業時期 你能說一下 這個Internship 到底是怎麼樣的感覺嗎 我參加過的有一天的 跟三天的那一種 一天的話是參加一個某旅行社的 那他可能 就是集合是在一個車站 把那天要參加的學生 用巴士載到一間 溫泉的飯店旅館 在那邊旅館有借場地 然後介紹他們企業的東西 介紹完以後 可能會有一些小組討論的活動 又或者是 可以在那間飯店泡溫泉 吃Buffet這樣子 就是還蠻有趣的 一日行程的 這個是面試中間的一個環節嗎 這個是在 就是你還沒丟履歷之前 在了解那間企業分析的時候 要參加的 那不是必須要參加 但是你參加的話 可能 也許在面試的時候有加分 或者是你可以更了解這間企業 那還有一個就是 三天的Internship 像我是在北海道 那間公司是在東京 他就有幫你出機票的錢 飯店全部都幫你出好了 三天都在討論一個課題 開始講說是想要當工程師 那他就可能有一個系統要改善 然後會有一個客戶 他們都會給你 他們當時的案子的東西 然後做成簡單版的 當然那個名字 然後數據 他全部都是改過的 你要怎麼去達成那一個客戶的目標 因為大家都是沒有工程師基礎的人 他會配一個公司的正職的工程師在那邊 他就是你的上面的BOSS 就是要跟你的那一個去討論說 那我這樣子開發這樣可不可行 一日的話就是旅遊 三日的話就是真的很有任務 一連幾分你們該討論什麼 你們都要排得很好 不然你們最後會教不出來 那個公司要的東西 因為他最後要的東西其實是很完整 試算表都要給他看 你就是完全沒有公司的什麼概念 你就要算出 這個計畫大概要多少錢 最後的大概報酬率是多少 你都要算出來 那剛剛Ken有說新竹面試結束之後 通常日本一些大公司 還有第二次的面試 第三次的面試 後面這些過程階段 你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公司的話 他面試的話就是很快 他有幫你負擔飯店的錢 當天晚上就出結果 我是面試完當天 隔40分鐘就接到電話通知 馬上立馬說 你錄取這樣 沒有說你錄取 他就說你通過我們的考試 那你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決定要不要過來 我也等過一個月的 一個結果 一面完就要等了三個禮拜 才接到通知 這個就是真的是完全看公司 面試的節奏感就對了 像我這個他有幫你負擔機票 然後飯店的錢 當然就是面試要比較快 不然讓你住一個禮拜 在東京也很奇怪 反正他就是節奏很快 他也想要搶人才 日本的人才就是這一些 最頂尖的人才就是這些 你就是要趕快決定 你要來或者是不要來 那Ken在面試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一些事情 就是讓你特別難忘一些環節 你印象很深刻的 比較難忘的都是 通常是比較不好的故事 我印象中有兩間公司 我是進到最後的面試 有一間公司 它是一間IT的公司 但是他最後面試一開始 問的很奇怪 不是問你的學經歷 他也不是問你的專業能力 他一開始就問你說 你是 什麼種族的人 什麼種族的人 我說我可能是 漢人吧 我自己也不曉得 我就說 祖先可能是 漢人這樣子 不過他問的也很奇怪 一開始問應該是 你是什麼國籍的人嗎 怎麼會問到種族呢 國籍太好問了 我就說是台灣 台灣完講完 他就說 那台灣你是什麼族的 然後我就想說 就跟他說我不知道 然後他就不放棄 他一直追問 那他就說 你祖先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還是怎樣怎樣的 已經是私人的問題 這跟你的個人能力沒有關係 他說的這些話語之中 就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你有沒有覺得說 好像因為你是外國人 所以他特別 對你這種比較有點 針對性的用詞嗎 或者說這個日本的主管 他可能不喜歡外國人 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那時候我就想說 之前其實我也不想進了 不開心 但是你要笑笑的跟他講 但是我跟他說 我不方便回答這個問題 感覺他對我很有敵意 應該是也沒有什麼機會 其實他錄取 我可能也會推掉這樣 他有一間的比較特別的是 也是一樣進到最後面試 那個面試的面試官 雖然是公司的董事吧 已經很高智慧的人了 然後他就問你說 他以前跟台灣人共識過 他不太喜歡台灣人的一些習慣 說什麼可能目光比較短淺一點 他就說你是台灣人 那你不曉得你是不是也會這樣 直接這樣子跟你講 你是怎麼會恢復他呢 一樣也是很不開心 但是這面試你也不能跟他 跟他吵架 然後就跟他說 每個人還是不一樣 你也不會說 日本人就一定是怎麼樣 怎麼樣的 然後跟他說來日本以後 就是如果覺得自己有不好的地方 當然也會學習 目光這方面的話 你可能就是多嘗試不一樣的工作 你自己拓展你自己的視野 反正就用比較官方的方式去回答他 那Ken剛剛也有說過 就是面試的途中 遇到這兩個案例 讓你不是這麼的開心嗎 有沒有相反的 因為你是外國人 因為你是台灣的關係 讓這個面試過程很愉快 有一個那時候 也是面試的 然後就跟你聊 他聽到你是台灣來的 他就 那台灣在311的時候 我幫助日本很多 他就對你還蠻友好的 他跟你聊得很開心 不過聊一聊 那時候覺得很有機會 有可能他想要入旋律 或者是他上司 覺得你是外國人 不OK 這些有很多原因 後來面試久了 就大概知道一些 訣竅 對一些訣竅 大概有怎樣 有什麼特別訣竅 可以分享給大家 公司可能會問你什麼的 你先想清楚 你如果你本來就已經有準備的話 你日語講的就不會很卡 你要盡量把方向 帶到是關於你的東西 而不是公司的東西 因為如果帶到公司的東西 可能又有一些專業的術語 日語可能會講不好 你可能就講一些 比較特別的自己的經歷 面試官他有興趣 他就會追問下去 就可以開始講你的東西 因為是你自己的經驗 就比較好分享 面試完結束 假如你沒有錄取的話 他們還會派人 過來跟你聊聊天 就是那一間 兩間 那個讓我不太開心的 其中一間企業 因為他其實我覺得人事部門做得很好 但是畢竟最後決定的是公司的董事 這樣子 但是面試完之後 他又讓你跟一個 也是公司大概三年左右的年輕的社員 然後讓你聊一聊 讓你更了解這間公司 他跟你聊的內容大概是怎麼樣 因為對方也是菜鳥 就是說我睡覺了也不知道要幹嘛 就是說你有什麼問題 不知道可以問一下 因為你也沒有錄取那間公司 所以他等於算是跟你打個招呼再離別 這樣子的感覺 那個社員也很可愛 直接跟你說我一隻菜鳥 我也不知道給 應該說菜鳥的時候 有一些他們的觀念就會覺得 你就是要服從 但是你自己有自己一定的年資以後 你可以開始有自己 你要安排你怎樣的行程 或者是你要怎麼穿搭 你可以自己也決定你自己的東西 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還是語言上面的問題 業務的話 畢竟你要用的是進語 你要的是對外 你對公司內部的話 你進語用的話 也不會怎樣 下去以後前輩就把我拉到旁邊說 剛剛他叫你進去 你怎麼就進去 而且你應該是要坐前座 就是坐在計程車司機旁邊 你要付錢的 然後你怎麼跑到後面去